大家好,我是冠玲老師 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遊戲裡面有一個防守的隱藏機制 那就是遊戲角色設置時所限定的防守範圍上限 每一個角色的防守上限都是不一樣的 並不是表面上的數值高它的防守範圍就會比較遠 這邊我們先比較一下檯面上的數據 長髮螢幕主攻是118點,彈跳是130點 工程主攻65點,彈跳109點 藤真主攻64點,彈跳102點 內藤主攻129點,彈跳112點 仙道主攻107點,彈跳118點 光銅螢幕主攻128點,彈跳130點 那因為我的這個帳號它是有開了很多,蠻多羈絆的 所以它的數字會比一般人來的高一點點 可是這些表面上的數字並不會影響到真實實際上防守的範圍距離 那這邊先用內藤跟長髮螢幕來舉例 讓各位有一個直白的比較 什麼叫做角色設計的時候它所限定的防守範圍上限 先用一個全裸裝的內藤 就是只有彈跳40,但是沒有額外增加 配戴任何能夠增加主攻範圍特質的光頭 跟配戴全屬性,主攻40,彈跳40,空中戰鬥搖擺人 討論封鎖的長髮螢幕做一個蓋貼身鍋的對比 這邊我們先來看到全裸裝的光頭 它在打貼身鍋的時候其實是蓋不到的 因為此時的我佩戴的前能防守範圍是不夠的 但並不是角色設計時它防守上限不夠 我們這邊馬上來看下一球 當我打開內藤的加速技能 增加防守範圍的時候它就能夠打到了 它打開加速的時候 主攻範圍是會增加0.5的 所以理論上只要你佩戴相同效果的投籃封鎖 你不開加速它也能打到貼身鍋 好,那這邊給各位比較一下不同的視角 有開加速的貼身鍋它是打得下來了 這球也是有開加速 那等一下下一球我會示範一個沒有開加速的版本 它就會直接空掉,打不下來 這邊我們來放一下長髮螢幕全屬性來蓋貼身鍋的對比 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長髮螢幕就算是佩戴全屬性的火鍋前能 它還是沒有辦法把貼身鍋打下來 此時打不到這個火鍋的原因 就是因為它角色設計時的防守上限所阻礙 並不是潛能不夠 有了這個觀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開始測試 針對於遠距離火鍋的每一個角色值的上限值了 以下是我自己測試的結果 長髮螢幕全屬性它最遠的火鍋約莫1.8個身位 兩個身位就打不到球了 如果只是帶彈跳40它的極限身位應該是1.5 所以我們全屬性得到的增幅就是0.3個身位 這0.3個身位其實可以用搖擺人或投籃封鎖 選擇其中一個就能夠補齊 並不需要主攻40搖擺人跟投籃封鎖全上 因為它的角色上限值就是1.8個身位 全塞只會溢出而已 接下來我們來對比一下全屬性有帶40主攻 跟一樣全屬性沒有帶40主攻的功成有什麼差距 會這樣測試的原因是因為 有某部分角色你只是一昧的塞增加主攻範圍的潛能 並沒有把主攻值往上拉的話 它會造成你溢出的主攻範圍很多 但是角色的防守範圍上限並沒有被你往上拉 所以那些溢出的範圍就體現不出來 接下來我們來看幾球主攻40工程的火鍋畫面 剛才前面第一球是比較偏向1.5個身位 然後後面這一邊這兩球它是比較偏向於快2個身位 那我們在測試所謂的我們極限距離可以蓋多元的時候 要記得不要加方向鍵 就直接停在原地然後按火鍋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看到這一球 它看起來有點像是在2個身位以外 但是為什麼還能蓋到 是因為我在火鍋的時候我偷偷加方向鍵往裡面跑 跑到2個身位的時候去蓋它 那這個技巧就是我們常常在實戰中運用的 在對方出手前的空檔我們可以去跑位偷距離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完美的 15 對它就是 嗯 蓋了之後才按方向鍵 低能 那各位在使用這個技巧的時候要記得是先跑再按火鍋 而不是先按了火鍋再加方向鍵 先按火鍋再加方向鍵是完全沒有任何屁用的 那這邊給各位看一下如果說我們沒有加方向鍵的話 直接約木在兩個身位以外去按原地按下火鍋鍵 它就會直接變成一個miss 我們會錯過這一球 對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就能夠得出就是 如果是帶全屬性主攻40的工程的話 它的極限火鍋距離約木就是兩個身位 約木兩個身位是什麼意思 就是兩個身位你蓋得到 但是有點難蓋 代表就是你在1.8 1.9身位的時候是輕鬆蓋 那我們現在可以看一下 最後這一球實戰 我們就是走到約木兩個身位以內 然後它出手我們就蓋 對 就這麼簡單 那接下來我們會拔掉主攻40 那我們看一下 但是它一樣是全屬性的 就是防守範圍 那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到底有篩主攻40 跟沒篩主攻40的工程它到底差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第一球 約木1.3個身位蓋 1.3個身位就這樣蓋下去 然後這邊是第二球 約木是兩個身位 然後就蓋 一樣把它蓋下去 那我們來看這第三球 它有點像是兩個身位 但是沒蓋到 為什麼會沒蓋到 等一下會講解原因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這第四球 喔!這兩個身位 一個偷距離偷蓋 對 就這樣給它偷起來 然後這第五球 看是兩個身位 但是沒蓋到 我們來看第六球 兩個身位蓋 系統什麼都沒顯示 就沒蓋到 最後一球 蓋 對 那這邊我們就可以整理一下 以工程來說 無論有沒有加主攻40 在全屬性佩戴上 彈掉40 投籃封鎖 搖擺人的主攻範圍加成下 它的極限火鍋距離 都是兩個身位 兩個身位以外的就蓋不到了 但是有一個區別就是 沒有主攻40的工程 它是約莫兩個身位 有主攻40的工程是兩個身位 約莫兩個身位的意思是 兩個身位可以蓋 但是很極限操作 在1.8以內的身位 就是穩穩蓋 兩個身位的意思就是 就算你在兩個身位 也不用極限操作 它就是穩穩蓋 原因是因為主攻40這個能力 它不但能夠幫你提高 防守的上限值 它還能夠增加火鍋成功的幀數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沒有主攻40的藤真 它表現如何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第一球 兩個身位每一倍蓋 兩個身位每一倍蓋 我們慢慢看之後 看接下來會怎麼表現 兩個身位 一樣每一倍蓋 然後接下來第四球是 1.5身位 蓋 1.5身位可以蓋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兩個身位偷雞蓋 對兩個身位偷雞蓋 然後 兩個身位又沒被蓋 沒偷雞就蓋不到 喔 偷雞蓋 兩個身位偷雞蓋 跑到1.8身位大概可以蓋 喔 你看 1.8身位大概可以蓋 蓋它啊這個沒蓋到 好不好 1.8身位沒偷雞又沒有準確的蓋到 那我們看一下另外一個角度 1.8身位偷雞還沒蓋到 好 那我們接下來讓藤真報仇一下 他如果帶了主攻事實 全屬性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這一套全屬性 然後主攻事實 就是傳說中的火鍋神神樂神啊 好 那這邊因為想要給藤真血池 我本來想放一刀未解的版本 但是因為我怕影片時間太長了 那我就把那個在轉場的畫面 就給它去掉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 看到它蓋了 然後轉場畫面去掉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我大概站在兩個身位以外 蓋 沒蓋到 結果兩個身位以外真的是太極限了 對於藤真來說太極限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畫面 轉場畫面去掉之後 兩個身位 偷雞蓋 沒錯 偷雞蓋 然後再看一下兩個身位 偷雞蓋 我們就給它偷雞蓋 蓋了兩球之後想說再偷個雞 偷雞蓋 對 你看兩個身位就是這麼簡單的偷雞蓋 蓋本18秒就是這麼強悍喔 火鍋神神樂就是行 火鍋神神樂就是屌 火鍋神神樂真的棒耶 真的棒呀 好 我們看一下這一球 兩個身位 偷雞蓋 奇怪 我記得有一球是沒偷雞蓋的啊 我們來看一下那球到底什麼時候會出現 兩個身位 又是偷雞蓋 怎麼一直在偷雞啊 我怎麼一直偷雞啊 我的媽 那兩個身位以外 沒偷雞也蓋不到 偷了雞也蓋不到 那我們再看一下這轉場畫面好煩啊 這轉場畫面有點久 有點久 快抄啊 快抄阿牧 阿牧在幹嘛 他就是不抄我的球 他在浪費我時間 我們看一下 看一下看一下 兩個身位 有沒有 還是偷雞 啊 還沒偷到 啊 有過爛 真的嗎 我記得有一球是沒偷雞蓋得到的啊 我們看一下 到底沒偷雞什麼時候會出現 啊沒出現啊 我記錯啦 好吧 反正就兩個身位了 總結 藤真 沒有主攻40全屬性 約莫1.8 需要極限操作 1.5 穩穩蓋 有主攻40全屬性的藤真 約莫兩個身位 需要極限操作 偷雞到1.8 穩穩蓋 好 那我們現在快速簡單帶過光頭櫻木 光頭櫻木 綁死約莫兩個身位 偷雞到1.8 穩穩蓋 不管你塞任何前人都沒有用 他綁死了 想不到吧 當初我也想不到啊 憑什麼幾個小孩子 塞了火鍋神神樂 他火鍋能力可以比光頭櫻木強 憑什麼啊 為什麼要逼我啊 好 那終於到了我們重頭戲 及萬千寵愛於一生的那個男人 他終於來了 幹就是仙道 仙道多虎爛 我就不多講了 我們直接看畫面 先看他媽沒有主攻40的畫面 好 那我們第一球先來個靈魂刀小事 1.5個身位 輕鬆蓋 然後第二球 兩個身位 耶 是他媽輕鬆蓋 你以為這是他的極限了嗎 沒有 我們調整身位再來一次 三個身位 他還是蓋啊 你看到沒有 三個身位還是蓋啊 他真的是有夠忽難 有夠誇張的啊 誇張到阿摩都18秒為力啦 我的天啊 為了在下面 為了在下面 我們現在可以來看一下 到底什麼樣的情況下 才可以阻止那個男人啊 你們看一下這一球啊 這一球是3.5個身位啊 3.5個身位 他終於蓋不到啦 他終於蓋不到啦 但是因為這個是已經被削弱版本 他有一個版本3.5個身位 糟蓋啊 我的天啊 我的媽呀 太誇張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最後一球 他月末大概是2.8到3個身位 輕鬆蓋啊 他已經遠到 我都不知道怎麼去計算他的身位了 這到底是殺小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開始放的那個鬼玩意 很明顯他在3個鞋子的外面啊 他還是輕鬆蓋啊 我的天啊 娘子啊 牛魔王出來看上帝啊 好那我們最後總結一下這隻上帝 沒有主攻事實 全屬性月末三個身位 可以偷擊到2.8的身位 5.5穩蓋 有主攻事實 全屬性三個身位 5.5穩蓋啊 這應該是當前遊戲版本裡面 角色防守上限的極限了吧 再遠都太唬爛啦 不過真的有一個版本 他是可以蓋到3.5個身位的 可可 好那最後大家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佛系分享 緣分訂閱 輕鬆按讚 那如果還想要看我實測哪些角色的話 可以留言跟我說 那我會再實測給你們看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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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